大家好 我也知道在座的親戚朋友在當中 去看看我這本書究竟在說什麼 都很感謝大家在當中的一些支持 首先特別在當中也有一些親戚 我媽媽和我妹妹 我太太今天未見過在當中 不過也很感謝 我媽當中也有在德國年宣教士 也有我的教會的一些朋友 麥博士 當中也有我以前教會的 傳統的一些吳弟兄 還有很遠的李牧師 李牧師在後面 很感謝李治光牧師在當中 在此支持這個發佈會 特別在天國長寶這本書裡 我首先去介紹一下 其實這本書 整個內容究竟是說的 李師母 你好 你好 很感謝李師母 李治光牧師 都在當中特別 很遠來支持 也很感謝李牧師 在當中有這個鼓勵 很感謝李牧師 謝謝… 我們首先去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八行當中 其實我們介紹一下天國長毛 太平天國堅靈地 原來長毛這個名字很貼切 因為原來太平天國 他們的一些 無論是國王 無論是他們的人運 都是用一個 不給人 稱呼成為這個 摩擦 或者是反擊 因為他剪了邊 披頭散發 所以就被人這樣叫 但他們是否討論天下的人 其實又不是 他們甚至乎在裏面 有一些歷史學家 在當中 去稱呼他們作為一個 叫做太基督教 這一個是用基督教的文化 在當中 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一起去成為了一個 當時的一個運動 所以小弟就剩下這本書 在當中 將我以前曾經研究過的 關於太平天國的一些資訊 小小的心得 裡面一些的史料 在裡面看過的一些東西 去跟大家分享 說回這本書裡面的一些看法 李志光牧師 我記得我去研究的時候 很久之前 開始研究的時候 當時我是因為看到一篇文章 裡面提到 原來太平天國有後人是牧師 還要是連續兩代的後人是牧師 很特別的 分別就是當時 深水埗崇禎會的 張聖和牧師 和摘志 天一中華教會合一堂的 張宗牧師 我看到他的名字很出名 於是就問一下人 究竟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誰 因為 正在用筆名 於是我就不定問 不定問 於是我就找到李志光牧師 當時去到禮業會灣仔堂 曾經拜會 李志光牧師 又過了很多的廟 知道怎樣才去研究到 這個太平天國 於是開始了整個旅程 開始去看 究竟太平天國是甚麼 在當中 一直去看這個太平天國的時候 曾經有看過一些電視劇 在電視劇裡面 發出了一個疑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現在有個大台就不受歡迎 不過當日他拍的電視劇也挺好看的 有一齣電視劇也沒有派去見過 我發覺有一個鬼佬 在廣州的街上 就送了一套書 給這個叫做洪秀傳的人 當時這個鬼佬 會說廣東話 我就找到究竟這個鬼佬是誰 於是乎 藉著這個研究 我又發現到 原來是誰 那套書又是甚麼 那你一會兒 我都會再去詳細去講一講 所以於是乎一路 事隔多年 一路又補充一些新的資料 一些的體會 開始慢慢去認識到太平天國 原來曾經一個學者 叫做監佑文 香港大學的教授 他用太平基督教去形容 是非常之挑戰的 所以都借用了太平基督教這個名 幫他講到太平天國 他信仰 或者他宗教的親 得太平淡 想到太平淡 我那一路 有什麼大學